巴尼队自从宣布了更换主帅王志志之后,似乎就在乳没有大动静了。 近日,王志志在带队训练之系,参加了一档体育节目的访谈录制,这次的录制并不是他签说的拉加长,访谈内容相当有意义,同时也是正能量满满,也正是通过这次访谈内容,我们间接的了解到了目前巴一队的现状。 在节目中,王志志谈及的大部分内容,是关于手机游戏对球员的影响,王志志对沉迷手游无法专心打球的球员似乎虐血反感,随着时代的变化,越来越多的大型游戏,进入到了大众的生活。 有些人合理与利用,拿它适当发泄环节压力,有些人却因此难以自控沉迷其中,男篮球队因此迷醉的球员还不在少数。 王志志说起此现状的时候,表现的态度也是非常严厉非常强硬的。 王志志称,有些球员整天在王者荣耀里,卡得热火朝天,比谁都用心专注,需要把这打游戏的精神用在钻研球技上的时候,就开始翻天打鱼两天晒稳了。 现如今的人,好好的机会摆在眼前不好好利用,反而是这些要花钱的游戏比谁都着磨。 王志志说的句句在理,不仅是反映了球队现状,更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。 现在沉迷于手机望我的人不在少数,在一定程度上,手机的存在并没有发挥好的作用,让人消极,早是自我把控能力,无法专注的做事情。 当然,这只是偏念的,如果有超强的自我把控能力,合理使用,手机还是能给人带来很多辩解的。 所以说,归根到底,还是球员自身的问题,片面的着旅游甩锅,都解决不了职制性的问题。 从球员内部整顿,还是应该早日提上日程,王志志性官上任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此开展。 像比也是视角独特,一一非烦的,虽然说,现在都是开放的时代,玩个手游根本就是不足一提的小事情。 但是,身为一支有体制队伍的球员,应该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,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举,这不仅是在为自己争取机会,更是代表着一个球队的形象,绝对容不得半点把护。 王志志表示,针对此恶劣现象,最近也是在慢慢落实到了行动上,对于那些打球不积极玩游戏却很投入的球员,直接轰炸出去绝不姑息。 当然,若球员深刻白省认识到其错误,还是可以重新起予机会重新讨核的。 毕竟,训练这种事情,真的是容不得三心二意,不管最后的成像如何,一心一意的刻苦集中训练,是应由的基本态度。 八一对八路问题的同时,也是在一小加反映大家,中国南南这些年南之所以没有大的起色,想必也是存在问题的。 几斤几两大家心里其实都明了了,只是不愿意提升台面,去正式问题解决问题。 取得进步也就成了一举空谈,王志志的强硬态度也算是带了个好头。 杀鸡儆猴,中国南南也不得不引起重视,拿出一些实质性的改善整顿措施,求援自身自律的同时,也需要协会培养引导,需要一个好的成长环境。 NBA球员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,不努力打球就滚去CBA,这还不够讽刺吗? 虽然说,话语是尖锐刻薄了些,但也不得不承认,在一定程度上,这句话确实反映了CBA的现状。 NBA的优秀球员不在少数,但优秀并不是放肆的资本,越是优秀的球员,反而更是比常人自律。 詹姆斯就是一个很好的模范球员,值得所有CBA球员学习对象,王志志上任,更多的是在从根本上问题。 虽然说没有什么大进展,但这绝对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。 为什么这些连巴一队持续衰落,一蹶不振,正是这些潜在的隐患,让球员们无法专注,日见地迷,找到了问题就要积极解决。 落后不可怕,最可怕的是缺乏重头开始的勇气。 王志志对于此次整顿巴一队,小帝也是下了大决心。 趁你以往者荣耀就开除,这是最强有力的打击制度。 虽然苛刻,但是奏效同样也是相当明显的,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住球员。 王志志这样的作法并不是不尽人情。 如果巴一队要想往好的趋势发展,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。 巴一复兴之路还很长,王志志的改革之旅,还是全体球员的大力支持理解与配合。 加油,巴一队。